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姑娘, 你不要 你怎麼走 小姐, 你沒事吧?死解決不了問題 誰說我要死?我想撿一條手巾而已 媽媽 姑娘 小姐 俠二, 停一停 你怎麼整個濕水盒這樣 沒有, 剛才有點意外 不是吧? 你看你, 你滴水入迷瘡 你弄濕了怎麼辦? 你快換衣服吧 石灰反我推就行了 小姐 俠二哥 你發生甚麼事? 沒有, 剛才我經過河邊 我看見那個女孩子好像想跳河 你去找吧 俠二哥, 我不跟你說了 我要上班了 俠二 平安, 你找工作了嗎? 是呀, 在那間威斯敦餐廳做清潔 威斯敦餐廳? 你替我混蛋打工嗎? 甚麼混蛋 威斯敦是潘世昌開的 他專門跟日本人合作做生意 潘世昌, 豈不是抓我們去警戶那個人 誰知道, 他還經常謀著永鋒號 這裡存米倉的人都知道 上次劫米的事, 九成九都是他做的 上次我跟媽媽在貨車那裡 聽到那些串話, 甚麼潘老闆 難道是他? 來吧 經理 這麼早? 我不做了 甚麼? 我不在這裡打工 這裡的錢就是我借的常企糧 我現在還給你, 一毛錢也少了 你開玩笑, 你當這是甚麼地方 說來就來, 走就走 他也給你一點錢, 沒拖沒欠 你白紙黑字簽了合同 怎麼可以說不做就不做 這樣怎麼行呢 潘老闆 潘老闆 早安 老闆 顧小姐 老闆, 你認識她嗎? 甚麼事 這樣?她之前來見公 還沒開工就說要借娘遇她媽媽 我看她這麼可憐, 就借給她 簽了借據, 她現在說不做 老闆, 你覺得怎麼樣? 那錢也給你, 這樣也不行 我個人最尊重合約精神 既然你簽了合同 就不可以單方面偉弱 總之我不會幫你的壞人打工 我記得做壞人 你抓了孝兒哥去警告 接著又找人叫永福號那些米 還騙我說我爸爸在米粥 讓我媽媽臨死前也見不到她最後一面 顧小姐, 你沒憑沒句別胡說 要不然我老闆可以告你 毀壞她的名譽 總之每個人都說她是壞人 她幫日本人做生意, 她是走狗 你說甚麼? 你自己剛才做壞人 就是了, 你別胡說 你這個人挺離譜的 就算老闆不告你 我今天也要教訓你, 真的 我告訴你, 顧小姐 顧小姐, 雖然你不想跟我打工 不過你簽了合同, 我就是你老闆 那你真是為難我 那你真是要我告你 你真無賴 你得不到永豐號, 就讓我來出氣 永豐號我遲早都會得到 我不用找你出氣 總之我不會幫你這個壞人打工 那我就去法院告你委約 那就不用在這裡打工 下半輩子在監倉做苦工 做苦工好 好, 既然我簽了合同 我借了薪, 我認命 但我做夠了, 我就馬上離開了 好, 阿祥, 帶她開工 是, 老闆 帶我來 去吧 老闆, 你留下古曼齊的女兒在 是不是有甚麼想法 我暫時還沒有, 你呢 四太太, 大太太要見你 我很快出來 好 好 你今天早上回外家來吧 是呀 你帶回去的那大堆禮物 你哥哥嫂子喜歡嗎 喜歡 聽說你從外家回來的時候 像一隻落湯雞一樣 好 全身濕透了, 去哪兒來 到底去哪兒來 是不是做些收家的事 沒有 我在我大哥家附近散步的時候 不小心插錯腳, 跌到河裡 那老爺送給你的金蓮和玉培呢 在哪兒 可能是跌到河裡 沒有 可能, 老爺送給你 可以隨便不見嗎 阿金, 家法 跪下 跪下 我記得跪下 如果從實朝來 到底金蓮和玉培 是不是拿去貼人 沒有, 我真的不見了 這麼貴重的東西都可以不見嗎 我看你口硬, 還是我藤條硬 不要說 說… 住手 住手 老爺, 你來得正好 甚麼事 你送給他金蓮和玉培 他出去一會兒回來就說不見了 分明有古怪, 他不放你在眼內 起來… 你不見了玉培嗎 我不是全身弄不見的 是我今早擦錯腳跌落河的時候跌了 是呀 翻一次外加就說擦錯腳跌落河 連頸鏈也不見了, 有沒有這麼巧合 老爺 是呀, 怎麼總要搞得家吵很糟糕呢 錢財人在身外物, 不見了就算了 老爺, 你送貴重的東西給他 他也不緊不要 正所謂初歸, 媳婦落地孩兒 要教的 沒錯, 是要教, 但不是打 你剛才也聽到了 他說擦錯腳跌落河才不見 其實這麼危險 最重要的是那個人沒事 但是老爺… 是呀, 好了… 總之月鳳以後有甚麼事 我會教他就行了吧 是呀, 大子你也知道是初歸媳婦 就給點時間去慢慢學吧 動一點就打人 老爺, 你真的想打粥月鳳嗎 月鳳是呀 你稍後叫客人去收拾房間出來 甚麼事 我準備接平安回來住 但是他媽媽剛剛死了 他已經過頭七了 平安是姓故的 當然要住在我們顧家 老爺說得對 畢竟平安也是我們顧家的女兒 難道叫他一直住在米巷宿舍 整天替那些工人出出入入嗎 那我叫客人去準備一下 還有呀 我在白福金行 替平安打造了金牌 你明天替我拿回來 月鳳, 我扶你回去休息一下 拜託… 好 老爺一向都是八幅金行 打金牌給顧家的每個子孫 如果你不想讓人進顧家大門 看來也很難 太太, 我叫管家隨便準備房間 你有沒有聽到老爺說 這樣呢, 金也打給那隻死妹爹 當她顧家千金 隨便, 又想我被老爺罵嗎 根叔, 我洗了茶了 還有甚麼要我幫忙 不用了 不要緊, 反正我有空 有甚麼儘管吩咐 不要, 畢竟你也是顧家二小姐 叫你來做事有甚麼好 快進去吧 你幹甚麼 好緊張 你怎麼知道 其實才算是鋰匙 就是鋰匙 我打算算盤, 你還碰在地上 是否想我們沒有生意 對不起, 我只是想學打算盤 學打算盤?你來了多久? 你現在打斬還沒有資格 我那時候學中年才沒碰過算盤 以後不要亂碰的東西, 對不起 過兒哥, 有甚麼就慢慢學 你和我一起去接點米袋 好 你們幹甚麼? 我看過米袋裡有米, 我打算倒出來 米袋不可以倒過來抖 倒米倒米, 別耳朵, 貪麗事嗎? 對不起, 根叔, 我們甚麼都不懂 不如你教教我們 根叔…我電話找你 麻煩你們兩個不懂, 別亂來 真是多規矩 各處鄉村各處禮嘛 每一行都是他的規矩的 進去收拾包袱 你別以為你自己是顧家大小姐 就可以拿著雞毛當令箭 是顧女爺叫我們留在這裡住的 顧家的事有關你的事吧 現在我爸爸要他回家向福 難道又要你批准了嗎? 回家? 媽媽, 我終於都回家了 平安, 過來 進屋叫人, 你媽媽生前沒有教你的嗎? 爸爸 從今天開始, 你正正式式成為顧家的人 要守顧家的規矩, 知道嗎? 知道嗎? 我們介紹, 這個是你的大媽 大媽? 那個是你三媽 三媽? 乖 坐在你三媽旁邊的那個 就是你的弟弟天佑 天佑, 你好 天佑, 叫姐姐 她害羞 這個是你四媽 四媽 這個是你大姐姐, 德兒 你們見過了 大姐 還有超儀和愛儀 超儀現在是北平 愛儀身體不舒服, 在房間休息 論年紀, 你比他們大兩個 所以你是顧家的二姐姐, 知道嗎? 我們顧家每一個女兒 都有一個這樣的金牌 你戴著她 就證明你是真真正正顧家的人 謝謝你 謝謝爸爸 恭喜你, 老爺 顧家四千金終於齊全了 那以後我們顧家就要規規矩矩 聽幾個媽媽的話 好嗎? 二小姐, 這間房間就是你的了 你看看還有什麼欠缺 不周到的沒有? 沒有了…老闆了 別這麼說 我們下人服侍小姐是英訓的 你這次不同的往日 你已經是顧家二小姐了 你好像叫金姐吧? 叫我阿金行了 畢竟你是小姐, 我是下人 只是一句 二小姐沒什麼事 那我先出去吧 平安, 歡迎我進來坐吧 不妨礙你吧? 三媽, 請坐 我送套衣服給你, 看看是否合身 三媽, 無功不受勞, 我不能要的 你叫我做三媽的就是一家人 嚇什麼氣 你的赤串, 我猜猜一下 還挺合身 這樣, 謝謝你 人家說守得魂開見月明 雖然你媽媽不能進入顧家 但是她的一片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這次老爺回應你, 你應該照顧你的 其實媽媽她來南京 不是想回來顧家的 是我叫她來治病的 我知道, 你媽媽真的很有骨氣 不是, 要不然她也不會捱到這樣 才跟你一起回來 當日那個鄉下兒子 就是你那個同鄉 在門口被大子趕走 幸好被我看到 要不然老爺 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知道你來了 謝謝你, 三媽 平安, 我這個人很率直 不要說我這個做三媽的不提點你 大子很討厭你媽媽 她一定不會喜歡你 她一定會刻薄你, 針對你 那你又不用這麼害怕 三媽雖然不是最大的那個 不過畢竟都生了你弟弟 在老爺面前還有一點點壓力 如果將來有人欺負你 或者你受到甚麼委屈的 儘管跟我說, 我一定會幫你出頭 謝謝你, 三媽 記住, 三媽一定站在你那邊 好了, 我也不妨礙你休息了 想收買人心嗎? 我勸你省點心力吧 那臭丫頭扮豬吃老虎 你站在她那邊也沒好處 隨時捉不到狐狸來一身鬚臭 當年老爺看中他媽媽 你就趕走了狐狸 現在不是一樣, 惹得一身鬚臭 做人最重要是有自知之味 我也算對得住老爺 為顧家生了個男丁 不像人家的肚子不爭氣 還只會在這裡搞是非, 搞針對 生個傻子就叫對得住顧家 懂得生孩子的不僅是你一個 遲下人家的肚子爭氣 生個慈菇丁 我看你的傻子有多矜貴 遲下人家的肚子, 你乖, 吃一口粥 吃完再畫, 好嗎? 遲下人家的肚子不吃一口粥 沒力畫畫的 遲下人家 阿櫻, 讓我來餵 你出去看看藥煮好了嗎? 對了, 三太太 上兩次的藥都被侍為仔堵死了 這次是不是都要灌他喝藥? 當然了, 不吃藥怎麼會好? 其實侍為仔這麼多年來 都吃了不少藥 但也不見有效 還用不用藥逼他喝藥, 這麼可憐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說少爺的病不得醫? 你這個死小子 你是不是說少爺的病不得醫? 你這個病壞腦 我也知道 你和外面的人說少爺的病不得醫 說他是傻子 我的天佑都不知多厲害 你看看, 他是說自己好 他是因為有病, 懂不懂說話 我警告你, 如果你在外面乾生乾死 我就把你乾掉出來 對不起, 三太太 對不起, 我不敢 你一定要幫媽媽拿一口氣 只要你肯開聲, 叫聲爸爸 爸爸就會當你是寶 媽媽所有希望都在你身上 你知道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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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你全心靠害的 真想不到你這麼陰毒 天佑, 這間屋的人很想你有事 我們回房間 叫你做小小事發洞禮 替我走過來 是嗎? 你不想做你們出聲嗎? 為甚麼特地發腐氣 打爛我一碗燕窩等我沒得吃 你剩下瓦子讀書你的心毒 你… 幹甚麼? 不出聲, 給我面子認識嗎? 你死了 你說你是不是該打 你說你是不是該打 幹甚麼?又關你的事 你別以為老爺讓你入屋 當正自己顧家千金 我看你不順眼, 我隨便趕你走 而且你想留在這裡 你勝勝定定做人 不過把燕窩拿進我房間 神媽, 你流血了 高先生, 你很擔心日本人 將來你從國當家作主 我們中國經常被愛作人統治 有乃便是糧, 誰當家作主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沒有損失 賺錢最重要的 潘先生, 你可以放心 和我重田商事合作 我肯定會告訴你 將來你的利益會越來越大 重田先生 潘先生, 不好意思, 我有壺要開 西方 那我不妨礙你, 有機會再喝 潘小姐, 麻煩你進來收拾房間 潘先生 潘先生 甚麼事 你剛才說的話, 我聽到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偷聽我說話 從小到大, 我都在東北那裡長大 每次的日軍來到我們的村子 村子裡的女人就在上山那裡躲起來 有一次, 我隔壁的張大嫂 她作道要生數一下, 所以走不了 到日軍走了之後 我們回到下去 我看到張大嫂她的肚子被人剃開了 她血肉模糊 你講的故事很善情 我說的不是故事, 是事實 那你想我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你不應該巴結那些日本人 我是一個生意人, 至江利益 如果日本人能夠幫我賺錢 我就會替他來往 你冷月 老爺 老爺 雖然你們個個都是苦途人家 但是現在國家發生了大事 也很應該告訴你們 日本人已經攻陷了北平 今天很快就打到南京 我們什麼時候走? 不行了, 我要去收拾東西 站住 不是, 老爺 南京始終是國府 政府一定會守著南京城 你…是不是真的? 萬一真的打到來 我怕我們走也走不及 我今天見過一群政府官員 他們每個人都叫我放心 還有 我們國家是絕對不會離開南京的 但是老爺, 萬一… 我是說萬一 如果那些日本人真的打到來 那怎麼辦? 那就跟他們拼過 現在是他們侵略我們 殘害我們中國人 我們怎麼可以就這樣屈服 還有 以後你們個個都不准買日本貨 聽到嗎? 爸爸 爸爸, 超儀還在北平 平時超儀這麼招擾 我聽說那些日本人 專門把女人去… 閉嘴 我已經打了電話去北平了 那表姑婆婆怎麼說 她… 超儀還沒回去, 他們正在找她 超儀平時都沒有尾飛途 就算真的有事, 都是她自己拿來的 那個是你的妹妹 你是不是很想她有事 老爺, 那就派人去北平找超儀 對了, 時勢這麼暖 整個屋都是女人, 派誰去 外人也不會去 平安呢? 我不知道 我早就說了 每晚吃飯一定要齊人的 明知吃飯, 人影都不見 阿京, 替我找二小姐回來 是, 老爺 二小姐, 你回來了? 爸爸, 大媽, 三媽, 四媽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間吃飯? 我知道 那你去哪裡? 回來未夠一天就不吃家 你別當顧家是冒染雞籠 我早就跟你說過顧家所有的規矩 你要上心, 別當耳邊封才行 門還沒進去 在外面已經聽到大媽在罵人 超儀? 大媽, 你真是十年圓一天 罵人還喜歡十足 好, 我到處打電話托人找你 你知不知道北平的電話很難打得通 你究竟走到哪裡了? 爸爸你也會關心我嗎? 你敢跟爸爸說話嗎? 爸爸知道北平淪陷 也不知道多擔心你 如果他懂得關心我 就不會送我去這麼遠的不知什麼親戚 你現在什麼態度呢? 就是因為你不生性 經常激老爺 才送你去表姑奶奶道教 媽, 看來沒人能解決他了 那倒是呀, 我沒有你讀書那麼厲害 而且這麼厲害, 這些事全家都知道了 好了…別再吵了 對了, 北平那邊現在什麼情況? 那些日本人不是封鎖了所有 出入境的通道嗎?那你怎麼回來了? 是的, 他們抓了盧溝橋之後 整個北平都糟糕了 幸好我當時就跟朋友去市郊玩 回去了, 就第一時間到火車站 到火車站之後 我用十倍的價錢就買了一張火車票 不過我的朋友買了一票都逼不上火車 現在終於死了沒有 對了, 怎麼家裡會多了兩個女人? 這個不是剛才被大媽抓著來罵那個嗎? 這個就是你爸爸 剛娶過門的四太太, 就是你四媽 四媽? 我們寫了信通知你回來的 你沒有收到信嗎? 沒有 這個不會是五媽吧? 放肆 這個是你二姐姐的平安 二姐姐? 真是不平, 方三日 南京二千年了 我離開南京不夠半年而已 爸爸, 你就娶了一個這麼年輕的四太 而一個這麼大的女兒 爸爸, 你真是厲害了 簡直是傲視南京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行了…我立刻在你面前消失 免得令你惹我吃一頓飯吧 兵叔叔, 把這些痕癮給我洗澡 好了…別管我的習慣, 還不坐下 所以不能說聲, 笑聲 對我來說, 想坐下 你嘗試… 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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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vvvj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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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來 整天都跑去哪裡了?找到也不見人 我去出散步, 但你找我有事嗎? 是要有事才能找到你的嗎? 沒事的話, 我先回房間 你給我站在這裡, 幹什麼? 看見我的酒駕不休息, 你是不是身有事? 你到底去了哪裡? 我去了河邊 想看看可不可以找一條鏈和玉咀 你想找一條鏈?找鬼信嗎? 方你不是早就拿去貼外加嗎? 你哥哥賣你進來做妾事 還當你搖錢樹那樣來熬嗎? 我沒有, 鏈子和派玉真的跌倒了 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不是, 我想… 松明, 快走, 太太在罵死大太 看見你連你也罵了 那是你死太太? 走吧, 別多事了 本人也罵了 怕甚麼? 連心歌都不會嗎? 給你的生日 不會太快了 越低了 越低了 牛美 家會 迷你頭 乾杯… 小老闆 又少爺 這麼好場, 有朋友生日 當然是來陪你場 介紹的壽星女給你認識 永豐號, 顧老闆的女兒, 顧超越 顧小姐, 生日快樂 謝謝 潘老闆的名字聽就聽得多了 不過我見, 還是第一次見 是嗎? 好, 以後多謝你捧場 雖然我沒有在南京一段日子 不過聽聞你和日本人 都想收購我爸爸的家永豐號 顧小姐是不是有好的提議給我呢? 沒有 不過我見到你這麼有本事 惹得我爸爸喘喘跳 我也很有興趣認識你 潘老闆, 今天我生日 想不想面子調整我嗎? 好的 我好 潘老闆, 為何你對我們的迷行 這麼有興趣? 不知道, 其他事情 官老闆你沒興趣呢? 我只是對賺錢的生意有興趣 其他事情我沒興趣 超兒, 超兒, 現在你怎麼在這裡? 你不要貼在那盆石槍上 甚麼事? 他不是好人嗎? 你也知道 總之我知道了 你剛才還跟他抱著一架 跳舞當然是這樣的 當然了, 為甚麼你穿成這樣? 我在這裡打工 不過你千萬不要跟爸爸和大媽說 放心吧, 我就會幫你的 那好吧, 我先進去做事 不過你記住 那盆石槍不是好人 不要貼在那裡 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政府軍, 大軍反經, 天將不平 好愛好愛 政府軍, 大軍反經, 天將不平 還好人救過公債 老闆, 我剛才跟了生意 怎麼樣? 憑政務辦部長已經簽署了 這個政策下句初號執行 德爾, 德爾, 德爾在哪裡? 老爺…甚麼事? 馬上給我叫德爾出來 阿甘, 快點叫大小姐 大小姐, 爸爸 你呀, 我叫你去永豐號幫忙 只要做抄寫, 出了貨單 張房的事一概不用你管 你今天為甚麼事 勇敢拿走你的帳簿 爸爸是這樣的, 我想做一份建議書 所以我翻查了永豐號三年裡的帳目 我發現每年都有虧損的情況 而且還越來越嚴重 超過每年收入的三成 我們已經有五成的不動產案給人學 如果再這樣下去 永豐號只能做八個月 你說夠了沒有? 我只是為顧家好 永豐號已經沒有作為了 你應該當機立斷, 買個永豐號吧 德爾 你…你叫我買永豐號? 永豐號, 永豐號是我幾十年的心血 你讀出建議書回來 幫不了我手不得已, 還幫我賣家 我只是為大家好 老爺… 德爾只是想幫忙一下你 他想賣永豐號 那叫幫, 叫為大家好 德爾… 德爾, 你臉還痛不痛? 我叫金燒一隻雞蛋給你滾一下 不用了, 也就是了 就算燒多少隻雞蛋給他也沒用了 你這個臭女兒爆, 你來贈興嗎? 不是, 我就是來裸景的 正所謂好兒子不論爺田地 更何況是好女兒? 大姐姐, 你就要學平安這麼有骨氣了 他有骨氣的話 就不用回顧家認回爸爸了 那你真是太小看人家了 人家就在外面打工 才不會要爸爸的錢 什麼?平安和別人打工? 幫叔叔 孝二哥他不在宿舍 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他和根叔留在香收素 明天就回來了 下了香? 鄧叔叔經常都在香收素 他帶了孝兒去 就給他機會多學點東西 不跟你說了, 我出去放老鼠藥 是, 阿邦叔不在 我馬上告訴他 是…是不是怎麼回事? 他說震聲被人抓了 為甚麼要這樣? 我也不知道 甚麼反日遊行, 叫你去擔保我 臭小子 包叔, 你還不快點去? 永豐我的規矩是不能帶瘡時離開的 阿興和阿狗出去還沒回來 那我先幫你看著, 你快點去吧 只要這樣, 你記住, 你要小心點 我至於想要他拿到 有威風 你還不後來拿去 你怎麼看 這個靈靈靈 你怎麼看 這次那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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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